各位好,那我们这里复习一下 执行速度,还有执行位置,它的意义 以及公式,那执行的概念 就是为了要处理多指点系统 多指点系统,有些时候蛮复杂的 所以我们想说把它看成一个点,单一 指点的系统,那要怎么做呢?我这里 举一个,两个指点为例 首先,例如说,有一个炸弹 然后它现在等数运动,直量M 然后爆炸,爆炸分成小M1小M2两个碎片 那我们如果想要把小M1小M2 的运动一起 称为一个系统,把小M1小M2 看成一个系统 把它们两个看成一个系统 那我们就把它视为一个点 我们就把它视为一个点 那怎么把它视为一个点呢? 那我们可以用动量的角度来思考 因为今天呢,两个物体都有质量 那两个物体都有它们个别的速度 也就是有个别的动量 有个别的动量 可是这个系统呢,如果今天没有第三者 今天没有第三者,就只有这两个物体 那这两个物体的动量加总 应该就可以写成一个总动量 那总动量应该就跟总质量有关吧 对不对?因为质量也有加乘性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想说 我们把两个动量加起来之后 变成总动量 那总动量我们把它想成是 总质量去乘上一个速度 实际上两块碎片它们有两个速度 但我们现在呢,想要用一个速度来代表整体 所以我们就把它写成两个动量 加起来总动量 可是总动量我们把它看成 是用总质量乘上某个速度 所以这个某个速度代表整体 代表系统的速度 用一个速度来代表系统的速度 这个速度叫直行速度 所以它就可以写成这样 代表系统的速度 这就是直行速度的公式 那它的意义就是代表系统 又把这个多指点系统的个别指点 它们每个都有速度 但是我们把它用一个速度来表示 整体,代表整体 那如果用速度乘上一小段时间 乘上极为小的一段时间 就可以变成位移 就可以变成位移 那这里位移不一定是只有x方向 也可能有y方向 所以我们不写x或y 而是写r 所以这个公式就叫做直行位移 而位移是由位置变化而来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定义出直行的位置 因为实际上上面这个式子 在变化的就只有r而已 就只有r而已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变化量去掉 就变回r 就变回位置 这就是直行的位置 公式 那也是一样 多指点系统 可能每个系统成员在不同的位置 但我们可以把他们这些系统成员全部一起考虑 然后用一个位置来代表他们 那就是直行位置 然后呢 直行位置有一个好用的地方 就是 如果你以直行为参考点 也就是把rc设为原点 那当然r1,r2可能会跟着变 不过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左边是0 那右边就会剩下n1乘r1加n2乘r2 所以整理完你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整理完你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从直行位置到 到n1的距离 跟从直行位置到n2的距离呢 会刚好跟他们的质量成反比 会刚好跟他们质量成反比 这边可能再多写一行 就是 这里可以变成n1r1 然后等于 等于负的n2r2 然后才会 才会变成 这一个 才会变成这一个 好 这样子 好 那所以这是我们稍微跟各位复习的 这个直行位置 还有直行速度 以及他们的意义 那总的来说 就是为了要处理多指点系统的问题 要简化多指点系统的问题 所以我们才会发明这样的一个数学的方法 就用直行的观点来处理多指点运动的问题 我现在就会变成了一个数学的方法 就用直行的方法 就用直行的方法 然后再次复习的方法 就用直行的方法 就用直行的方法